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很有运动感的 全身是采用一个小额头的设计 长光高尺寸是5995×2250×2950 而且整车是采用了这种很清新的配色 看起来还是让人很舒适的 在车身右侧上方是带有RE灯的手动装膨 下方这里是一台抽搭式的燃油灶 包括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储物仓 可以放置一些我们平时使用的烹饪用具 同时这里还带有一个外置的淋浴花散 洗一下菜或水果还是很方便的 这款车其实是一款高配的车型 它后方带置了一个自行车架 以及一个登车的爬梯 可以方便我们平时登上车上检查车辆的情况 我们在车身左侧的尾部 是带有一个大尺寸的储物仓 放置一些平时旅行所携带的行李箱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动力方面 这款房车是搭载了一台2.2T的柴油发送机 匹配的是6AMT变速箱 最大功率是103千瓦 最大扭矩是360牛米 满足最新的国内排放标准 结合整体的车身长度 也是符合蓝牌C本的驾驶规定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主副驾驶座椅都带有可向后旋转的功能 与后方的乘客座椅形成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空间 同时这种奶白色的皮质包裹工艺 也提升了整车的一个清新的感觉 前方驾驶室的中控台 是配置了中控彩色显示大屏 以及多功能的方向盘 可以方便驾驶员和机操控 因为是一款小额头的房车 所以它没有标配的额头床 而取而代之的是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 可以满足平时出行的娱乐需求 同时在这里是带有新风系统的 20分钟就可以为整车的空气轮换一次 车内的整体感觉还是挺豪华的 而且配置了这种航空级别的座椅 坐上去还是相当舒适的 有些这种大大的头枕 可以为咱们的脖子颈椎提供更舒适的感觉 同时这整辆车内部都是电动的家具 为什么这么说 看到这里了吗 是带有一个电动升降的一个餐桌 我现在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而且它是一个仿大理石的这种桌面 看起来也是非常有质感的 这种设计的餐桌还是挺少见的 升起来之后呢 它这并不是一个最拓展开的一个状态 它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尺寸的餐桌 是不是和这两个航空座椅很匹配呢 升降门的前方这里是要带有一台上下双开门的冰箱 既可以单独的冷冻 也可以单独的冷藏 满足我们分类储存食物的需求 上方这里呢 是一台嵌入式的微波炉 平时也可以热热饭菜 方便我们的这个旅行生活 上方这里还带有一个控制的平台 以及一个外接的电源插口 可以放一些其他的储用工具来更加丰富我们的生活 成本门的后方呢 是提供了一个长条的厨房操作台 上方呢 这里是一个柴油灶 也就是说 它的车内和车外都使用的柴油灶 可以更好地使内外的能源达到一个统一性 同时这里呢 带有一个不锈钢的洗材池 两边呢 都带有翻板 平时不使用的时候呢 给它放下来就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桌面了 上方呢 这里是一个电动的储物吊柜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里边还要带有这种 一档二档的这种控制按钮 以及一个照明的开关 可以更方便后期使用 这种的设计还是挺少见的 车内的休息区呢 是提供一张纵制的双床 它的尺寸是两米乘一米二五 也足以躺下两个成年人 同时呢 在床头处呢 还采用这种全新的软包处理 看起来是更加的精致 同时上方还带有一整排的储物吊柜 方便平时存放一些换洗的衣物 床板的下方呢 还隐藏着两个乘用车级别的座椅 也就是说这辆车呢可以从四个人到六个人 自由的切换 满足更多的需求 那么上方呢 可以看到是一排的出风口 也就是说 它可以更均匀的为车内通风 以达到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这个卫生间的面积呢 感觉还是挺宽敞的 带有合适马桶 以及这种折叠的洗手台 和淋浴发洒 以及梳妆镜 可以满足咱们出行的基础的洗漱需求 刚才我们说过 其实这是一款四到六人可乘坐的房车 但是它只有一张床 它怎么睡人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 而在前方的汇窝区顶部呢 还隐藏着一张电动的升降双人床 升降双人床的这个升降速度 我还是很喜欢的 而且上面的空间也还不错 另外呢 头部呢 还有一个大尺寸的天窗 可以满足这个通风换气 以及采光度 电路上这款房车是搭载了一台 3000瓦的逆变器 提供了820的锂电池 同时顶部呢 还配备了5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 水路上则提供了150升的净水箱 和42升的灰水箱 也足以出行的用水用件需求 现在这款车的标配价格呢 是46万元 不知道结合整体的位置 您觉得如何呢 也欢迎您在下方的评论区和我们的互动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房车资讯和房车视频 请关注房车情报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